回到Focus全球新闻继续带您关注新的一年 北韩还是持续在武力示威 来关注他们在跨年以及元旦连续两天 发射了四枚火箭炮 而领导人金正恩牵着他的爱女视察导弹的生产 还亲自出席火箭炮的奉送仪式 发表了谈话刻意提到火箭炮的威力有多强 那射程可以涵盖400公里覆盖到南韩的全境 而金正恩在劳动党的年末全会报告当中 也将南韩定义为明确的敌人 并且说会大量生产战术的核武器 以核制核与敌人正面交锋 但是南韩也没有坐以待毙 总统以习悦赶往地下碉堡坐镇 而南韩国防部随后也发出了声明警告北韩 如果使用核武将会终结金正恩的政权 朝鲜半岛的情势持续的紧张 似乎也预告新冷战的时期即将到来 一身竞装步入平壤体育场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31号晚间出席跨年晚会 开心地将献花孩童涌入怀 台下观众激动欢呼 而看台上做的都是研发核武有功的军事高官 歌手麦里演唱竞技团接力演出 观众拿出荧光放助信 今日成广场同样彻夜歌舞升平 戴着口罩的年轻男女们手舞足道 抬头就能欣赏绚烂烟火秀 北韩热闹迎接2023年 领导人金正恩也不忘送给南韩一份新年大礼 南韩联餐报告 31号早上 北韩朝东部海域发射三枚短程导弹 1号凌晨又再射一枚 北韩官媒事后报导正式消息 但声称试射的是四枚超大型火箭炮 领导人金正恩请自出席火箭炮奉送一事 北韩官媒提及已经向炮兵部队 交付30门超大型火箭炮 这也意味着相关武器系统 已经进入实战部署阶段 金正恩在仪式上提到 直径60公分火箭炮使用固体燃料 射程接近400公里 不仅能够因地制宜 还拥有多发精准打击能力 可搭载战术核武器 射程覆盖南韩全区 而金正恩也已经在劳动党年末报告当中 将南韩定义为明确的敌人 金正恩预告研发新型洲际飞弹 增加永和数量 以和制和与敌人正面交锋 对于北韩路股挑衅 南韩国防部发出强硬声明 警告北韩若是动用核武 将终结金正恩政权 李希悦一月一号新年谈话 罕见未提北韩 但谈话结束之后 他随即赶往龙山总统府地下碉堡 与军事高层通电话 下令要求不惜一战 也要惩戒北韩挑衅 专家分析 北韩这一回正式冲着南韩政府而来 北韩30号宣布自研固体燃料火箭是非成功 看在同样智力固体燃料火箭开发的金正恩 眼里当然不是滋味 今年第一天除了摄弹挑衅 金正恩也再次紧牵爱女的手 现身导弹和发射车视察现场 南韩专家认为为了维稳金氏政权 金正恩追求核武 更借此宣传封工伟业 以安定民心 二零二二一整年 北韩总计发射七十枚导弹 是一九八四年 由统计以来最多 新的一年继续下马威 南韩政府也预告强化三轴体系 提高战力 朝鲜半岛维持着紧张局势 似乎也预告新冷战时期即将到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